好的,大家好,我是太陽能發電,范陽崎 今天我們所在位置是新竹縣的竹北市,一個嶄新的學校 各位看一下,整個校舍面積有三棟的建築物 那我們在其中一棟,在朝北的最北邊的一棟建築物上面 我們安裝了十個千瓦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我們用的太陽能板是友達公司出產的多金系的太陽能板 那總共安裝的片數是40片的太陽能系統 那每片模組的瓦數是250瓦 那總共安裝的是十個千瓦的太陽能系統 那來跟著我來,我們去看看我們整個結構的一個狀態跟現況 我們總共現場有三座的太陽能系統 那用水泥條做這個基本的一個支撐 然後再加上公司庭鋼構 還有大支的C型鋼 這個是15公分,15公分出的C型鋼 然後把所有的模組鎖上去之後 這個結構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墊的部分,來跟著我來 昨天已經有一個小鳥已經知道這邊有一個很適合這個便便的地方了 這個鳥大便其實很好處理 這個它自然會風化,我們就這個沒有關係的 它自然然會風化掉 三座太陽能系統的線路連接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就串成兩串 這總共是兩串的太陽能系統 來各位看到這邊來 所有的線路經過這個連接之後呢 會先到直流箱 會先到直流箱 直流箱裡面呢 是兩個兩個Brega 收集到所有的太陽電之後 會把電收集到變流器 變流器呢 把它轉換成直流電 轉換成交流電之後 送到的交流箱 交流箱也有一個開關 輸出是380V的一個電力 然後就到地下室的配電室 因為這是裝在二次側 所以整個學校全部的電呢 供應到全校所有的電力使用 以上這是我們新竹縣竹北市安心國小屋頂上 整套太陽能發電系統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各位如果想要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學校 或是社團或是公司 那歡迎你聯絡我們0977588688 我是泛陽旗太陽能發電推廣中心的這個負責人 歡迎大家來電 謝謝大家